住几间房你这是 我这没有了 就这一小间了 就一小间了 上次都给交了 交了那肯定是给楼房了 没有 这位大爷为什么把楼上的房交了 住小平房呢 请您一圈三连 咱们一起来听听 这是早上了 多少年啊 人说这是德国那时候建的吧 对好像只有二十年了 说你是二十年了 您现在住的也是老房吧 这不是后代的一个 您住多长时间了 我搬这儿来说四十多年了 那时间挺长的吧 您不大吧 那会儿多 那会儿多了 看见像我了 显年轻 退休了 这俩就一样 这俩楼一样 那边不开酒店 就改酒店了 您来这时候 那个是酒店吗 还不是 不是公交公司的 公交公司的 现在这楼住的都是宿舍 像您这是宿舍 什么单位的 这是 商业部 您以前在商业部 我不是 就是父 父辈的 那挺 住几间房间 我这儿没有了 就这一小间了 就一小间了 上个都给交了 以前那会儿 父辈在上 都交了 是吗 以前上的都是木地板 他们说的 对对对 您还上个住过吧 住过 大摩房间 三四十米 一间 就是 就是那个 正规的房 以前办公 没有那什么 卫生间什么的 没有 那咱们这商货所 他这楼上哪上去 都是外的 跟平方一样 好多家里的房子 自己安的 明白了 交了 现在就剩一间了 交了那肯定是 给楼房了 没有 没给啊 这老人 他那个 勾用了就得了 那会儿的人都是 比较那什么 不贪占国家便宜 那对下一辈 就紧张了 是吧 少的 真是 多点少点 挺好 行 谢谢您 不打扰您了 如果是您 您愿意把大楼房交了 住小平房吗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 这个视频就给您 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 继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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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